佩洛西聯同提案的眾議員拉斯金交代推動法案的詳情 涉及憲法第25修正案中,明文提到副總統聯同過半數主要官員 宣告總統無法履行職務時,就即時交由副總統代理總統職務 條文同時提到,除了主要官員,國會亦都可以成立委員會去處理定奪 但目前這樣的委員會並不存在,有待立法成立 新法案提出,委員會由17個跨黨派人士組成 包括醫生、精神科專家、前總統和前官員 由國會領袖挑選,並且排除現任公職人員或者軍人 以避免利益衝突 佩洛西強調法案並不是針對特朗普 特朗普在網上回應時,再次以瘋狂形容佩洛西 又聲稱對方想以副手賀錦麗取代總統候選人拜登 說民主黨想快些成事,因為拜登已經不是太清醒 法案和第25修正案的內容只是牽涉總統移交權力 並包括總統候選人 所以特朗普所指的情況如果要出現 前提是拜登當選總統 有線電視記者的健身報導 bueno,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很高興